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继续来学习一下我们的数量词 好,那么这个大括号中间加上一个或者是那两个数字是数量词的一种表示形式 我们还有一些更加简洁的一些数量词的表示形式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第一个数量词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信号 信号可以说用的是非常多的 这个信号它表示的是一个什么数量 它表示匹配信号前面的字符零次或者无限多次 好,然后我们把字符串A给更改一下 我们看一下字符串A 首先它前面是python这样一个单词 但是最后python最后的一个n是没有的 好,然后中间我用了一个间隔符数字0 表示前面的python它是少了一个n的 好,然后第二个python是一个完整的python 它是拥有一个n的 好,那么最后一个python后面会多出一个字符n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这样的一个正在把它是python 然后后面用一个信号来表示 后面附加上一个信号 大家觉得打赢的结果是什么 好,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字符串A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字符串A里面其实是有若干个单词 中间的夹杂着这样的一个数字 好,那么第一个单词python 但是这个python是不完整的 最后一个python的n是没有的 好,然后第二个单词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python 它是有一个n的 好,然后第三个是这样的一个python单词 但是它比正常的正确的python单词能多出一个n 好,然后我们想了想 我们现在来用这样的一个正在表达是python 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说的数量词信号 大家觉得它匹配的结果是什么呢 好,我们运行看一下结果 我们发现这里把我们所有的字母都匹配出来了 对不对 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信号在这里的作用又是什么 我们说了信号它是对它前面的一个字符 有一个匹配规则 这个匹配规则就是信号前面的字符 可以出现零次或者是无限多次 好,所以说第一个python由于它缺少一个n 但是它符合我们的条件匹配零次n 所以说pytho是存在于我们的匹配列表里面的 好,那么第二个python它有一个n 好,那么一个n也符合我们这个信号的第一 好,然后接着是两个n它当然也符合 这个就是信号的一个作用 零次或者是无限多次 好,那么这个就是零次或者是无限多次 好,那么python还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加号 加号的作用相对于信号来说 就是匹配一次或者无限多次 好,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信号的话 那么加号也非常好理解 好,我们直接把我们的正解表达式的信号替换成加号 再看一下 我们发现没有n的这样的一个pytho 已经不在我们的匹配列表里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加号需要它前面的字符n至少出现一次 好,那么还有最后一个这样的一个数量词 就是这个问号 问号的意思 我们把它写一下 匹配零次或者一次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加号更改成问号 我们再来看一下运行结果 那么这里在运行代码之前 我想请大家先来分析一下 根据匹配零次或者是一次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的结果肯定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要问大家的是 这个列表里面是出现一个元素 还是两个元素 还是三个元素 好,那么很多同学会认为 根据匹配零次或者是一次 这样一个python 后面有两个under是不会出现在列表里的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们的匹配列表里面只有前面的两个python 好 那么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但还是有三个 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里错了 这里少了一个E 好,我们再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的列表里面有三个元素 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两个元素 那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出现三个元素 我们注意观察一下结果 第一个pytho-n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它确实是匹配零次 第二个python 只有一个n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它确实是匹配了一次 好,关于第三个 pytho-nn出现两个n的 它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列表里面 只不过它的最后一个n 多出来的n会不会去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虽然认为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单词 是一个多出来的n 但是在我们的正值表里面是匹配的时候 你除去最后一个n 你除去最后第二个n的话 前面的path 也是符合我们零次或者是一次这样的一个匹配规子的 所以说它会直接把匹配的正确的结果 pytho-n给加入到我们的匹配列表来 但是最后一个n它会被去掉 因为我们问号只允许n重复零次或者是一次 你多出来的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全部都会被去掉 并不在我们的匹配列表里 好 那么这里顺便说一下 我经常拿问号的正值表达式来做这样一个去重的操作 就比如说你的pathon后面有很多个重复的字符 我只想保留零个或者是一个的话 可能你用这样的一个pathon里面的这样一些字符串截取 或者是循环都不是一个太好的办法 但是一个小小的问号就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么正值表达式 我这里再说一下 它真的是非常有用 如果你熟悉这样的一个正值表达式的规则的话 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编码效率 大家可以看到我讲这节课是讲的非常细的 几乎是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原字符 全部都用举例的方式给大家讲解了一点 这个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那么此外如果你想拿我们的python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处理方面的工作的话 正值表达式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知识点 好 那么关于问号我们这里面要多说一下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在讲非贪婪的时候 确实是通过加了一个问号 把这个模式变成了一个非贪婪的模式 好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两个不同的场景下面 这个问号分别所代表的意义 好 那么在我们的非贪婪的场景下面 我们为什么可以通过一个问号把它转化成非贪婪呢 这个场景的关键点在于我前面是一个范围对不对 3到6它是一个范围 那么我们如果是取6的话 那么这个我们去贪婪的 如果我们去3的话就是非贪婪的 由于python是默认的是贪婪模式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这样一个问号 强制要求这样的一个python 取这样一个非贪婪的模式 这个地方的问号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单一的问号匹配零次或者是一次 它的概念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 我们问号作为这样的一个数量词 匹配零次或一次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 你前面的N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字符 对不对 它并不存在一个像我们这里 3到6的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说这个时候问号它是作为数量词出现的 而如果前面是这样一个范围的话 它是作为这样的一个转化成非贪婪的 这样一个关键字出现的 好 那么这个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他们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还是拿这样的一个词穿来做这样一个举例 我们现在在这个N在这个N的后面 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数量的界定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N重复一次到两次 好 我们先把这个问号给去掉 那么问号没有问号了之后 这样的一个N的数量界定将采用一个贪婪的模式 它会努力的寻找更多个这样的一个N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样一个结果 Python c10.py 好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会发现Python和PythonN都出现了 因为我们的范围是1到2 对不对 由于贪婪的模式的存在 我们会把Python两个N也给它打 也给它加入到我们的结果列表里 但是如果我现在要把它转化成非贪婪的话 我们在后面加一个问号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我们会发现我们仅仅的得到了两个Python 第二个PythonN是没有的 因为贪婪模式 因为非贪婪模式 它会取界线的最小值 它只允许你的N出现一次 一旦我找到一个N之后 我是不会再去寻找第二个N的了 所以说这个问号在我们的非贪婪里面 和它作为这样一个数量词 是决然不同的意义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样的三个结果 我把它放大一下大家看一下 三次不同的代码的改变 得到了三次不同的结果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好 所以请大家理解 并不是说问号出现了之后 它就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贪婪 或者是非贪婪 它有它本身自己的一个意义 所以说请大家正确的使用问号 这个问题是很多同学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所以说这里我重点的把它讲了一下 好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数量词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加号问号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 我们下期课记 按这期课实 我们下期课题